見底,作曲,曠啟薄,填詞,襯好而遵 作為一個寫曲的,我就會比較敏感在那些punch line的那些音 我第一次聽到,我就會想到另外曾經出現過那首歌 大家知道我是哪一首歌 後面沒有問題,因為為什麼呢 你的模式不同了,我就沒有那麼容易提供那首歌 音樂其實也很流暢,好聽的 歌詞方面,我覺得就是我現在很想聽到的一些正面的歌詞 relate 到現在的疫症,我覺得這個感覺就很 in trend 其實它比較像是一種,我們現在很流暢,一種叫 療餘系歌詞的寫法 好像是醫治了一個城市的某種傷痕 我覺得整首歌曲的歌詞都流暢 不過要小心一點,就是某些字詞 其實如果我不細心去聽的話 不細心去聽的話,我就這樣聽某些字 譬如說一些卑妻、傷勢 我一聽,我就會覺得有點慘慘 其實這件事會跟你的原意有點違背了 所以如果你可以避免這些字 更加用一些比較明亮的字詞來寫的話 我覺得整首歌會更加同一點 它很容易寫到流暢、好聽 但怎樣寫到的精彩呢 我覺得我自己也不害怕寫這類型的流暢 因為很容易被人刺層相識的 我們稱為藍語的core progression 所以我覺得你要選擇這類core progression去寫 要寫得它容易有多少個角色的東西 在裏面會比較好看 如果不是,很難令人記得的 因為很多這類型core progression的歌曲 其實你會發覺是很像的 所以你要花多一點心思去令到旋律、多一點魔法在裏面 才會令到我們聽一次會留到一些印象 一首歌不一定要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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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B、C 譬如,因為這首歌本身是一首蠻商品的歌 是好的 蠻商品是好的 你可能有很多方法去令它分析 例如你有了一個Hook 我經常都說不要弄它了 這個Hook簡單而容易的是好的 你可以在一個chorus的後半突然轉一些正常的chord 或者走一些怪一些的 不是怪一些,就是break down一些的melody 令它沒有這麼100%純粹 你可以有一個很短的B 即是突然間有些歌不是8個bar 有些歌突然間chorus是10個bar 有些 oddbar 11個bar 令你突然間要寫一句 每一句chorus 但後面好像有一個coder 令到你甚至填詞更多些東西 找到你 BuP 我是重新的歌 下一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